您可以用一个罐子或者玻璃杯 去帮助孩子学习量测降雨量 把罐子放在室外 下过雨后 孩子可以拿个棍子放在罐子旁 在水的高度做个记号 然后他们可以倒空罐子 并放在室外 再次下雨后 您可以问 你觉得这次雨量比上次多呢 还是少 他们猜过后 他们可以检测罐子 并与上次的记号做比较 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孩子 学习观察和测量 现在来到机会 这次雨量的城楼 但是油温关心 也一定要保持 这次雨量是 这次雨量就能保持 呢 还是 这样 我只可以 这次雨量是 可以在我们的架段